大家好,我是范周 今天准备来玩一个金蛋纸的副石 这是今天下午在盒里面剪的一块鹅乱石 先给它刻一个字 我文字功底不好,字写得比较糙 刚好正面比较平整 就在上面刻一个镜子吧 这里就给大家献丑了 视频比较长,大家耐心看吧 我就给它封城快镜 这样也解约大家了时间 大家看到这儿,不妨给我点一个关注吧 因为我的视频陆续都在更新 后续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玩的 副石盆景一般用在语仪树上比较多 我本人对语仪树也不这么感兴趣 所以今天准备做一下金蛋纸的副石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也全当是一次试验吧 这块石头质地不是太软 刻起来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经过我一般的折腾 质的轮廓已经出来了 等今后确实成功之后 再用红色的油漆给它涂上 本来准备在上面再刻一个预浸瓶 但是担心视频太长 所以我就把刻预浸瓶这个环节给取消了 刻制这个环节 我个人的总结是要慢一点 不能太过于着急 如果着急的话 可能电钻它就会打磨到其他地方 现在金蛋纸下山庄的价格越来越贵 不是谁都能够承担得起这笔费用 副石金蛋纸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 在我的圈子里面 暂时没有发现有人玩这东西 所以我也准备尝试一下 这是刻好字的样子 字确实有点丑 大家见笑了 接下来就是给副石开钩槽 方法和刻制差不多 只是要把角膜头换一下 我是先用大的角膜头先开胚 把大致的线条先开出来 然后再换成细一点的角膜头 对它进行精修 我这里的示范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大家如果自己在弄的时候 建议做一个简单的滴水的装置 这样开钩比较快 另外对角膜头的损伤也会降到最低 用这种工具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如果这个视频被小朋友看见 那千万不能模仿哦 开Q槽的方向没有固定的方向 在开槽之前 心里面先大致的描绘一下 它的走向 大的钩槽开好之后就要用细的角膜头对它进行精修 一来是让树枝能更好的贴附在上面 二是精修之后不容易划伤树皮 这是刻好之后的样子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 相信此时观看视频的你也可以 接下来就是准备副食的小树苗 这是我只剥的一年苗 先将多余的土轻轻的去除条 注意不要伤到毛些根 然后将枝条镶嵌到开好的钩槽里面 在镶嵌之前可以轻轻的扭动一下枝条 把枝条的竖屏拉松动 这样遇见枝条打几万的时候就不容易发生断裂了 然后用厚一点的保鲜膜或者是夹结膜 给它缠绕上去把它固定住 因为担心它移位 我又用厚一点的布条 对它进行了再次的加固 接下来就开始对它进行种植 选用疏松透气的土壤即可 盆底铺上粗一点的土之后 放入瓦片 在瓦片上又放一层比较细一点的土 再将副食的树苗放到上面去 这样后续重新发根 就不会出现根直直的往下走 这样后续一盆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不用再次修根 弄好之后一定要浇足定根水 边浇水的时候边微微的摇动石头 让根和泥土充分的贴紧 这一步很重要 直接影响整个树后续的成活 如果你准备的资料也是像我这样比较潮湿 那千万不能用手去对它进行压实 如果用手去压实很容易把根压断 这个树只要成活之后通过大肥大水的管理 那应该明年就能够把开的沟槽填满了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给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吧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和互动 我是泛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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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